下面請看中國一分鐘新聞簡訊 中共疫情數據造假以廣為人知 但其造假的無邏輯無底線 仍然讓外界不斷刷新認知 日前中共官員宣稱 湖北感染新冠病毒的醫護超過3000人 都不是傳染科醫生 但外地過來持援湖北的醫護 無疑感染令人驚嘆 中共北京市紀委監委3月6日通報指 新京報創始人帶刺根被雙開 被指受惠數額巨大 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係等 輿論認為掌管新京報 十多年的資深媒體人落馬 與這家報社的感言和吳小輝案有關 中共副總理孫春蘭 5日視察武漢市青山區 遭業主們憤怒勾喊 這全部都是假的 傳出改小區被封死 6日晚間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 主持召開疫情防控會議時 更稱要對武漢人民開展感恩教育 要求得感恩總書記 感恩共產黨引發輿論嘩然 網友至其毫無人性 不過由於引起強烈反彈 武漢市委機關報已將發言相關報導下架 2020年3月2日 由於在武漢女子監獄刑滿 釋放了新冠患者 違規離汗底經 湖北省司法廳廳長 談先鎮等相關部門 9名領導被立案審查 海外民會網關注在這些人的 職務管轄範圍下 湖北省法輪功學員 身受迫害成為全國重中之重 新唐人亞太電視 整理報導